- 貓咪打腳,請問,齊大夫在家嗎? 有勞幾位遠道而來,恩不巧家父外出未歸 問問你們是薛夫人的貴客,而不嫌棄的話,就由我代替家父略行整治如何 若是療傷解毒的救急之事,還請讓我一試 但之論與百賣問政、針扁方藥等等都略有所成 若是療傷解毒救急之事,還請讓我一試 原來姑娘是齊大夫的千姦,既然是家學淵源,醫術想必也不在話下 那就有勞齊姑娘代位看診了 在下申子郡,這位是燕蘭卿姑娘,以及空同派的白雙瑶白姑娘 不知齊姑娘如何稱呼 我名叫燕君,不燕的燕,君子的君 那位聖公子,白姑娘,餘燕姑娘,三位這邊請 聖公子,請這邊坐 聖公子,請這邊坐 不要緊,我只是有…皮膩 齊姑娘,齊姑娘,你沒事吧 公子,齊姑娘似乎是昏過去了 瀋大哥,我也來幫忙 齐姑娘的气息细微成缓 性命并无大碍 没想到蓝姐姐也懂医术 当之令人佩服 公子过奖了 医理药方我是半点不懂的 蓝姐姐欲言又迟 莫非察觉到了什么异象 齐姑娘的天壳上 有道奇妙的灵杖 这灵杖与某个亡魂相惜 似乎是来自于附近某处 生公子 燕姑娘 我刚刚怎么了 刚才齐姑娘突然失神晕倒 所以我们先扶你到房里休息 多谢公子关心 小睡一下子就好多了 这是小事一桩 不过林阳 月亮在下冒昧一味 齐姑娘为何要把自己累成这样 你是精通医术自能 照理说应该更了解养生之道才是 这个男主啊 有些医生也是很胖啊 然后叫病人减肥 说出来不怕公子你们见怪 齐姑娘是受什么东西惊扰 而无法入睡吗 白姐姐猜的没错 齐姑娘这症状听来 就像是中邪了一样 可能是某个鬼魂 想把心念传达给齐姑娘 但力量不足以清楚传达意思 蓝姐姐说过 那灵障可能就来自不远处 既然如此 我们就去把这鬼魂的所在找出来 或许就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这太过意不去了 你们原本是来求诊的 反倒烦恼你们这种麻烦事情 齐姑娘不需要客气 对了 齐姑娘 应该对这附近 滋滋盛响 是否可以 是否知道 这附近可能与鬼魂所在 有关的处说 方便我们找起吗 听僧公子这么一提 我倒是想起了一个地方 听来那个山谷肯定脱不了干系 我们会去那里敲敲 齐姑娘 你就躺在床上闭目养神 好好休息 寻找鬼魂的事 交给我们就是 多谢山公子以及两位姐姐 一切就拜托你们了 这应该就是齐姑娘说的山谷了 此地的确弥漫着一股幽冷奇异的气氛 蓝姐姐 你能查去到什么吗 那鬼魂的灵气很微弱 虽然是在这山谷里没错 但这里地脉混杂 不易分辨出那气息的确实来处 不愧是蓝姐姐 我可是什么都感觉不出来呢 不过如果是在山壁里 那就得找到入口才行 既然如此 我们先私下搜寻一番这山谷 或许可以找到什么值得注意之处 沈大哥 这面山壁看来有些特别 有些特别 姚妹 你没事吧 吓 吓 吓死我了 应该是躲在土岩中 偷袭路过猎物的某种巨虫 蓝姐姐 你不知道姚妹一向反应过人 那巨虫平白爱了雷咒 还帮我们留了入口 这回不只该感谢姚妹 还是感谢那巨虫才好 说不定还能顺便找到那鬼魂的所在呢 得赶快帮齐姑娘解决鬼魂的问题才行 公子留神 先别靠近那处石堆 这石堆和入口那里的有些类似 莫非 刚才那种巨虫 应该叫做地主 是种前地的长虫 这么说来 贸然接近这堆土石 就可能遭到地主袭击 蓝姐姐 有什么方法能把地主引出来吗 地主特别厌恶一种叫 你找什么 帮你找到 是种事 没 생각이 就知道 虫子 如果要地主 你不会去哪个位置 还会核心 不一样 找个人 我看 Partners 太好了 这前路草的烟果然有效 妖妹 我们一起通个 这只坏虫子帮你出去 那还用说 我已经等很久了 悬术召唤笼罩命中欲降低 看一下 二五二 看他中这个框牌吧 碎也很少 哇 光飞剑单体技能 还是比较强一点 他放招式了 我看不到他 他倒了 这地主还挺带打的 得罪了姑娘我 且看他能逃到哪里去 得罪的方丈还想逃 什么话都不讲 直接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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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어때 enemies 哪里 驾 分眼不亮 齐雷如历 分眼不亮 齐雷如历 铭子 有养一玄死 可以清楚感觉到那鬼魂的灵气 他应该就在不远处了 既然如此 我们快下去瞧瞧 从这些摆设的样式来看 似乎是某人的 墓室 不过水从墙壁上的裂缝不断流进来 再这样继续下去 这里只怕很快就要被水淹没了 应该是先前的地震 震立了地下水脉 那鬼魂突然焦急不已地纠缠奇姑娘 或许就是因为凌乱的地下 削弱了她的灵气 而且 这牧师也即将不保的缘故 这么说来 那鬼魂的确就在这里啊 三位请宽心 老夫并无敌意 鬼魂 出出出来了 抱歉惊扰了这牧师与王者的清静 正是 感谢三位觅入远道前来 老夫姓梁 名清一 在这里已经避居了数百年 在下申子郡 与两位朋友见过梁前辈 听前辈的语气 似乎是久带我们前来 我们在下胡乱猜测 前辈是故意 因我们来一次 莫非是有什么要事相告 陈公子所料不差 正是如此 幸好你们及时找到这里 若是时间在迟些 只怕老夫就无法向你们说明一切始末了 原来如此 说来确实如此 老夫截然一身 实际唯一犯无相的 就是穷玉神之力累积的艺术 艺术新鲜 也就是放在桌上的这本 看名义景 在这间牧师时 老夫满心愤愿天愿天 依然将这本书带进坟里 别不遇传后 已会死 但在此度过书版以后 老夫开始对此感到后悔 而在十几年前 作为那个叫 齐艳金的小姑娘死 而且她不但有过脸的 艺术天赋 对于老夫灵犀相同 于是 深了把看名义景 传给她的念头 在老夫等她传念时 太过心急 不胜伤了她的灵脉 吓得她不敢轻易 踏入这山谷 只好假以时日 等待下个机会 然而前些日子的地震 判断了地脉与山壁中的水路 若泉水淹没了这末世 看名义景就会毁于一旦 而地脉断 地脉断后 临起见散 老夫的婚婆 也无法继续维持下去 别无旋的之下 老夫只能用 锦鱼的力量 对她纯念 希望她的领悟老夫之一 赶快来持续走看名义经 感谢上场锤链 你们总算找到了这里 梁前辈 晚辈就依照您的吩咐 先将这本看名义经取走 我们的时候就返回白药区 将她交给七姑娘所周 请前辈放行 多年来的大愿得偿 梁青衣感激不尽 老夫自此 再也没有任何牵挂了 此恩难以为报 这牧室里还有用的东西 你们就都带走吧 请代老夫转告七姑娘 愿她将老夫的医术 传于后世 梁前辈的遭遇 真是令人感伤 不过她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也算是好事一桩吧 我们此行的目的已经达成 这就回去 把这本看名义经交给七姑娘 完成梁前辈长久以来的心愿吧 生公子 两位姐姐 你们回来了 七姑娘 你应该在床上休息的 怎么起来了 说来神起 就在片刻之前 我突然觉得神智清明 原本的头晕疲倦 就像波云尖日般 全都不见了 是因为梁前辈 离开了的缘故吧 梁前辈 莫非你们见着了 那个鬼魂吗 这件事说来话长 我们坐下来慢慢说吧 嗯 说得也是 来 大家这边请 原来如此 其实除了让我入眠之外 我并不讨厌这位梁前辈 比起从小就不太理睬我的家父 他对我的呼唤 有着更熟悉而温暖的感觉 我虽然被他选为继承人 却没能真正见上他一面 齐姑娘身为名医之女 又有医术天赋 继承娘前辈的医书 可说是再适合不过了 严峻妹子 日后你若是成了扬名天下的名医 可必因为上门求诊的达官贵人 人满为患 就把我们拒于门外哦 沈大哥 有道是千里之行 只能始于足下 你可是我不上名医之道的 第一个病人哦 雁君妹子就不用客气了 尽管整治沈大哥就是 好妹子 还请你多手下留期啊 沈大哥 你觉得如何 左边的胸口流过一阵温热之感 原本的气门迟滞 瞬间减轻了不少 左边也灵变多了 可得好好感谢明医 齐雁君姑娘的救命之恩 沈大哥真爱开人家玩笑 眼下我还不知道这一种寒毒的化解之法 不过我沿读看明医经时会特别注意寒毒之数 若有任何发现 便会尽快为沈大哥施微诊治 雁君妹子 多谢你对公子的这份心意 我们真是感激不泣 雁姐姐 沈大哥 我该感谢你们才对 只是这看明医经颇为艰深 一时难以见解 不知何时 方能找到解身大哥寒毒的方法 哎 雁君妹子 邹县有位医术颇得称谕的李大夫 虽然她并非是能与令尊相提并论的名医 但她为人认真热心 我想应该愿意为你解惑 白姐姐 你这一说正好提醒了我 如果我去邹县拜访她 求她收我为学徒 一边在医铺里帮忙 一边请教医经上的疑难 我想李伯伯应该不会不答应 不过李伯伯一厢一个人住 向来没什么客人 我这样突然造访 也不知道方不方便 这倒不用操心 我们与这位李大夫也算认识 待会儿我们回邹县时 帮你通知他一声便是 那样的话就太好了 沈大哥 我这就去收拾一些随身的东西 李伯伯那边就麻烦你们了 小事一撞 嗯 你们一路小心 待我准备好随身行礼 就前往邹县拜访李伯伯 待我准备 臭老头 你是不把我们紫云派看在严厉吗 老夫辟居邹县数十年 可没听过什么紫云派 怎么讲道理 这老太婆看到明明就没事 而我这些赤地门来身上 可都受了伤啊 你居然不肯先帮他们整治 这种青壮汉子 等个一时三刻也死不了 有什么好催的 你是敬酒不只想吃法酒吗 这位师兄 请你有话好说 对一个老前辈 这帮大呼小叫的 未明有私理解 哼 哪里来的相符野途 如果你这帮把剑挂成 挂着要喝 大概根本不懂剑法 这样也敢来管我们怎么办事 义父说 愚人才会在乎怎么挂剑 剑能出效才重要 起之阁下 拿在手上的剑 里面是不是块熟木 臭小子 你想试试我的剑吗 啊 两位冷静一下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空同派的师妹 你 记得上述赴天凌峰拜访已是五六年前的事 成本白师妹还记得代下 左卯甚感不信 不知 以周师兄过人的修养品格与胸肩 怎会与这位老大夫起了争执 我这几名司令门人与墙底疾胆 但我都受了点伤 好不容易找到这处衣铺 其实这里带不同情理 不肯为我们救急至上 却简直要先帮老太夫看见 白师妹 你说这 岂不是不把我们紫云派当一回事 哎呀 这位大夫有眼不识泰山 周师兄就别和他计较了 金床药都放在那边的箱子里 你们要多少就拿去 全部都拿走也无法 钱随便你们高兴付多少 放在柜台上就是 白师妹这么说也有道理 就这么办吧 三子弟 把盘才拿出来 放两万钱在柜台上 五子弟 先拿个二十个金床药收好 白师妹 多谢你刚才提的建议 或许有些词理 不过龙周某都也疑问 这两位是你结交的朋友吗 正是 师妹巧于生公子 燕姐姐两人 彼此性情相同 于是就结为好友 同行有利 周某奉劝白师妹 在外交友可要多谨慎 以免误交友名匪类 反为所害 多谢周师兄的教导 师妹会牢记在心的 白师妹 那么我们先告辞了 请在周某向杨师兄 与除前辈问好 也请带小女子向牧师伯问好 这家伙不但还是一样讨人厌 居然还暗指申大哥是幽冥匪类 气死我了 妖妹 没想到你居然认识这位周兄 神大哥 虽然他如此侮辱你 让我十分恼火 但为了失门之故 只能先委屈你了 小事一桩 妖妹不许为这个在意 倒是我刚才一直管无主脾气 参联得出麻烦 我才应该向李大夫道歉才是 神公子 你们不许客气 若是没有你们帮忙把那些人打发走 这件事只怕会弄得不可受死 虽然不知道你们有什么事找老夫 不过这位前来求诊的徐婆婆 在此等候已久 不急的话 可能等老夫帮她看完诊再说 我们一点都不急 李前辈请慢慢看诊吧 嗯 真的是看着 用看的 你这边是用凡刺心 导致心脉欲解的心病 就算老夫开了药方 也是治标不治本 需要她 唯一的药方 是要你自己能看看 我等一下去找她 她是铁匠布尔 就等了 你们有什么要老夫帮忙的 我们在百药坛 遇到一位叫齐燕君的姑娘 她最近得到一本奇特的医书 其中有诸多难解之处 因此打算来这里向您请教解惑 但她实际突然造访 可能为你带来种种不便 自己拜托我们 先来通知你一声 齐燕君 哦 齐无疆的小闺女嘛 看来那没心肠的家伙 又丢下女儿一人在家 除外乱跑 她想来找老夫求救 老夫倒是十分乐意 她个性一向十分体贴 记得要先通知老夫 不过这问题不到 把后面的空房间收拾一下就好 申公子 多谢你们为此不可地 跑这一趟 来 前辈不用客气 我们只是顺道而已 对啊 那么徐婆婆 似乎遭遇了什么不幸之事 于此不知你是否方便 透露一额 老夫知道你是出于好心 想帮忙 不过这件事 你还是自己亲自去问她 比较清楚 我明白了 多谢大夫之意 好 所以那个牢房里面那个人 就是阿仲吗 我之前有去看到她 你也是一样的 好 不知 好 你也不知 好 你也不知 我不要 好 你也不知 好 你也不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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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申少俠 申少俠 我家阿仲的事 就全拜託你了 申少俠 就拜託你了 這裡應該就是牢房了 很明顯是吧 有腦不打擾一下 請會找這位焚飯有事嗎 這下生子俊 聽聞徐鐵將事件遭下獄之事 對此頗感不平 所以來此向他探問當時的鄉親 希望能釐清案情 釐清案情 設法巡迴被盜的寶劍 你們有這份心 那真是太好 勞夫畢竟假 當然本地先令大人師爺一職 來請申公子幾位多多指教 在下見過假師爺 也請多多指教 雖然仍仍皆知事件之事 若然全怪徐鐵將 那先令大人得知保禁遺事後 打發雷帝 不論老夫如何勸說 他都堅持要管徐鐵將入獄 直到尋回保禁為止 百姓對此意義議論紛紛 也大多替徐鐵將抱不平 如今先令大人 因事件忧心沉寂 由老夫站在旗子 若你們能循迴遺事的保健 並將他交回到這裡 老夫可以做主代替 限定大人簽下結案狀子 即刻免去徐鐵將的罪 還他自由自身 師爺 生茶迷你 處事公正 都是令人佩服 等你如此承諾 我們會設法循迴保健 不敢當 那麼此時就有勞你們 徐鐵將就在勞訪你 有事你儘管問他吧 打擾了 請問是徐仲 徐兄嗎 小人就是徐仲 不知道俄下有什麼指教 照下聲直句 聽說的徐兄事件獲罪的經過 深感不平之餘 希望能向徐兄詢問當時的經過 或許能找回被奪的保健 還徐兄自由自身 唉 神兄弟 如此好心 徐某先說聲謝 話說那天晚上關店後 我點起油燈 讓出限定的保健 正在檢視鍵上 黑色袖板之際 突然有過陰寒之際垂陸 門酸硬身短而短 油燈被吹起的瞬間 我只來日記看到一米黑衣長虛人 我笑著縮到角落 只聽著店裡一陣鐵騎互碰的聲響 聲音都止息之後 我才起身點樣流根 油燈一看 發現店裡的東西亂成一團 所有的常見都不翼而非 現場我修理的船叫保健 當然也不見了 身手敏捷的黑衣長虛人 所以那人從店裡取走的全都是常見嗎 正是 所以小人猜想那人是實見 多謝徐兄說明 在下大致明白經過了 我們會盡力找回疑似的保健 還請徐兄再憑心盡行的能耐幾天 唉 聖兄弟客氣了 許某會耐心等待 聖大哥可以問出什麼嗎 許兄說 那晚有個黑衣長虛人闖入 搶走了店裡所有的常見 和縣令的船家保健 所以我懷疑 那黑衣長虛人 就是我依附 之前他用的自從咬神 去找到了一瓶骨劍 常見他抱怨繁田 承受不了自己的劍兆 若怡父也找到出路 離開無名谷下了山 為了尋找一名正常的兵刃 而是不想得到常見 感覺也挺合乎他的作風 哇 想不到一般 怡父想成這個樣子啊 這麼說來 或許被他光顧的 不只是學家鐵鋪 哦 不愧是藍姐姐 我倒沒有想到這一層 只能請姚妹多擔戴了 沈大哥不用在意這個 啊 這裏原本明明有塊兒堵住整條山路的大岩石 如今卻只剩下一些碎石 哦 就像被人硬生生打碎一般 嗯 嗯 異父受到兵刃所限 以往從未使出石城宮裡 不過 我相信他有這樣的本事 倘若如此 那群敢去阻截他的紫雲派門人 只怕反而會有性命之憂 嗯 丹姐姐提醒的是 咱們得趕快到前面去 或許 來得及阻止一場腥瘋瘋瘋瘋 咱們一虎人來到這裏幹什麼 特地來看我們這副難看的德性嗎 咱們一虎人來到這裏幹什麼 沈大哥這樣問也是一番好意 這些弑地門人是怎麼傷的 白師妹 難道你們一路上來都沒遇到嗎 雖然安並非我們的對手 不過一路來一次以後會有不少力氣 留一大火的精疲力盡 就在這開過地略做休息 哦 原來如此 哼 我們紫雲派還需要別人來開路嗎 等大火休息夠 我們自然會繼續前進 嗯 既然周師兄如此堅持 我們就不多管閒事了 你們要上哪兒去我們可管不著 請便 ek ba na nu 縫雯 果然是你 小子 好久不见了 没想到你不但患着圣行头 还结交了新朋友 干了一只阵子不得不错 这经过说来可话长了 义父倒是一点都没变 话说回来 义父为何来到这处荒山野岭 我大老远就闻到了一口 有好剑的味道 沿着这条荒道一路走来 好不容易走到这个地方 却有着古怪的结界 挡住了洞穴入口 这里的黑岩石又异常坚硬 无法强行砍破 我白岩飞的半天功夫 还是找不到方法进去 这岩石看来的确十分奇特 并非凡物 义父 还是也帮忙找出入洞之法 如何 无妨 你看着办吧 这封界真是奇妙啊 这封界真是奇妙啊 这封界 这封界 这封界的东西在哪里吗 我引着封界之力 在周围下了搜林引脉的咒术 这封界的封界的封界 这封界的封界 这封界之力 就从封界之力 这封界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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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好剑 虽然很硬出恐了些 不过正好和我的喜好 我原来用的这把穷阳剑 就给了你吧 虽然剑身损伤不弃 不过剑子精准 远胜寻常的凡冰熟铁 最后先让铁匠打了一手好剑 或许能在他手中修好也不一定 义父 去铁匠铺抢剑的人果然是你 这样说来 他放在桌上那把古剑 也是你拿走的吧 那位许铁匠可是因为 疑似此剑生些牢狱 你是说 那把败絮其中的破剑 剑身残杂败金裂天 不坚不利不堪以诱 我只看着一眼就把他弃至一旁 如果你要找那把剑的话 我把他丢在主路大石附近的一处岩洞里 仔细找找 应该还找得到 哇靠 是否比你这种话你讲得出来哦 太好了 幸好义父没把他丢到难以寻找之处 待会把他找回来 就可以让徐铁匠重获自由 那不关我的事 你用的招就拿去吧 我走了 还有一位朋友们 在桌上站住 如今中与徐父重聚 徐父就还要一起回去如何 我要上哪儿去 不需要你来啰嗦 我习惯了浪迹四方 三间野地里独自一人的生活 城镇这种人烟吵杂的地方 不适合我 义父 您要离开孩儿远行吗 小子 咱们一起过了十几年 这段缘分也够长了 以后你需要的不是我 是真诚陪伴你的朋友 天下随大 我们总还能再见的 义父 公子 或许你们注定远近于此 无需强求 糟了 我全没想到这个 我们得赶快去阻止他们动手 无知小辈 我说过不记得你们说的那些事 再也不让开 我就拿你们血剑当场 神无名 好汉做些好汉当 也就是说他以前 他以前是不是个大坏蛋呢 然后掉下无名骨 失忆 然后抢走生子骏 然后一起掉下无名骨 但是他完全不记得以前做做个事 但是名门正派知道他做过的事情 嗯 嗯 然后合理推断 你当年欠一下的巫术人命 要是装做万一净 结果 这笔血战 却要由谁来场 成家不清的蠢货 那就拔剑吧 等等 等等 义父 你别跟这些后辈认真 等我来说服他们让开 小子 记住我没有多少耐心 臭小子 你居然叫神无名义父 原来如此 你是这杀人魔头养大的小恶棍 啊他们的设定就是名门正派啊 虽然做一些龙龙的事 想必在帮这大魔头 就别怪我不客气 白石妹 看来我当日还真是不幸严重 没想到居然交了这邪魔歪道 却不知道待会动手的时候 面倒上帮哪一边 哇这个既视感 哦 跟对阴前阳 冗叶也是一样的 哦 周师兄 我们身为武林同道 请你看在师门之意上 说话客气一点 周兄 你相信也罢 不相信也罢 之前 我与义父在一处绝股 一起生活了十多年 义父将我一手带大 我与他 却有父子之仪 义父在当初刷下绝股时 失去所有的记忆 沿剑法也是一点一滴 慢慢订回来 现在的他 是毫不记得自己过去的 所作所为 我虽不知义父和贵派之间 有什么过节 但我不想加深过去的仇怨 也愿意尽力帮忙化解 请贵派先收紧推开 有话好说 哼 你的确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义父当年 外号黑衣剑狂 是个事件城池的疯子 他则人使强厚斗 四处找高手挑战 出手冲不留情 无数武林同照 将他所笑 或死或残 使他成为正派公敌 记得当年这母头 来飞侠风挑战时 我才只有六七岁大 为维护本门的名誉 也由我爹打师伯和师祖 与他过早 但他们全部摆在这个魔头手下 先后伤重不治 那时我把他的长相牢牢记得下来 十多年后 我仍然一眼就能认出这个喜乐的仇人 其日飞侠风上 血漏横飞的一幕尤在眼前 寻找宫领的仇人如今 就在咫尺之处 血海深仇 我岂能不罢 周兄 我并非不能体会你的心情 但昔日贵派三名师长 尚且不能胜过我义父 而你自认与他们相比 又是如何 若你当你这些师弟们的向我义父寻仇 以你们的伸手 不管 无疑是已软即死 突然多伤人命 而不先放下我为了复仇之念 留待日后再说 你当我们都是贪生怕死之辈吗 若只是因为不急就放过这个师本仇了 今后紫云派有什么颜面 在江湖上走动 他的想法好怪哦 你都知道他打不赢的 他打不赢还要去送死 周兄 你身为明文天下的紫云派手托 若为了一时冲动 将这批师弟门人尽数送上死落 那么贵牌不保的 恐怕就不只是名上而已了 紫云派的师兄弟们 若不想如此平白赏命 在我义父三位动怒之前 赶快收进退开浪路 我可以当保他 绝不会到你们分口 请周师兄 与紫云派的师兄弟们听我直言 此刻 要避免这场无畏的腥风血雨 还为时不晚 不过这时机稍纵即逝 切勿自悟 大师小鹅他说的没错啊 如果我们拼到姓名一步他的对手 全部都白死在这里 对师妹有什么益处 是啊 师父一照告诫我们 切勿张扬身世 既然连生活名都不记得过 就做过什么 他们硬要寻仇 岂不是 你们都给我住嘴 你们都给我住嘴 神小子 算你伶牙历史会说话 给我好好记住 我们走 哎这样被收动了 以前呢 以后他是说不动的 小子 都怪你搞砸了 让我试这把剑的机会 虽然拿这些兔崽子来写记 没什么意思 但你在他们面前 制成是我的意志 还留下他们一命 这些家伙日后 必定会怀恨 转额向你寻幸 你这番好心 突然为自己留下无凶或患而已 先见今日之危 再思明日之祸 他是解剖身后 老天自有分晓 义父 这句话也是你教我的啊 可是 可是这句话的 另外一个意思 你可以解释说 我今天把他们解决了 就没事啊 我也是解了今天的危机啊 我把他们都解决掉了 小子 没想到 你真的长大 天后行走天下 你应该再也没有什么 很难得到你的 也好 你自己多保重 我们会会有期的 义父 你也多保重 沈大哥 沈大哥 人各有志 你别太在意 不 这样也好 要是我们别忘了正事 趕快向义父 所有的石洞里 找回现你的传教保健 花量需铁匠 找路重获自由 哎呀 神子俊你就别装啦 你有两个妹子陪你 你在那边 硬要义父加入 加入 加入回来跟你生活 不要逗了 哎 搞不好 跟我最大boss是 生物名哦